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冷冻英式马芬 猪柳蛋汉堡 这个马芬12块钱 然后一个是260块 它是有起司 鸡蛋 这个是火鸡肉 火鸡肠 这个整体口感还是不错的 一包有12块 看到它的做法就是 第一步先拿出来 用个纸包着 然后先解冻 90秒 微波两分钟就行 这个就是它的官方示范 我们现在拿一个出来看看 拿出来一个各种造型 一个还蛮大的 大家觉得你用这个厨房主要把它包起来 一个145克 一般女生吃早饭就够了 大概4分钟就能准备好 我们来试试吧 现在我们断一个这个熟盆茄 然后原来它是不是烤了 然后原来它是不是烤了 OK 盖以后给它这个再卷上就行了 让我们打开入波炉 把它这个接缝处 把它这个接缝处朝下 然后 解冻90秒 90秒我们在这看 首先用解冻解冻90秒 然后把它反过来 然后65秒就行了 现在我们90秒到了 然后反过来 就这个快捷是30秒一加 你就 好两次的 然后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5秒钟就行了 我们严格按照它的说明来 然后再加5秒 OK 然后呢 放在这边静置两分钟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之前可以把它摆正 摆得更漂亮 这个好像比麦当劳的这个猪柳蛋要实称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的感觉 我们现在拿一个来试吃一下 咋个 但是你如果是 直接维活三分钟 绝对是干了 一定要先解冻 我们来试试 来看一下粉尖面 早饭的话我这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吃一个就够了 因为我们不能吃多早晨 不要吃太多有很多脊菌的风险 有的人可能觉得早晨 我来点很多的东西啊 吃四个鸡腿啊 吃煎饼啊 加很多料啊 应该很不健康 但是你早饭也不能不吃 尽量一起来就把它解决 千万不要不吃早饭 非常美味啊 我觉得比 MG的要好吃 真不错 在美国你注意 餐厅里面点个鸡蛋 可能不要一块五两块五斤 但是这个东西再一个鸡蛋 大概成本还要来也就是 一块多钱嘛 一块多一点点 还不错的 方便于一块的 这里大家吃饭 下次再见哦